OK 兄弟们 今天是小鸡来我家的第164周了 喂小鸡之前 我先把我家这个花园里的草割一下 花园的草长得太长了 到时候割完这个草也可以直接喂小鸡 好 我们先来割这个花园里面的草 好 我们把这个割草鸡是下面的草 割下来草直接拿出来 来喂鸡 这鸡很喜欢吃野草 开门 哎呀 哎呀 一大筐草 直接倒在鸡舍里面 哎好 他们自己会来吃啊 他们很喜欢吃这个割下来的草 好 让他们吃草 我把这边的草坪已经割了一半了 它在这一半没割 我继续把这个草坪先割完 让他们先吃上 好了 整个草坪已经修剪完了 非常平啊 修完之后看起来舒服多了 现在我们就去喂小鸡啊 老规矩啊 先给他们吃剩菜剩饭还有饲料啊 哎呀 开门开门 把这个饲料给他们加上 OK 哇 剩菜剩饭的盒子都给他们打翻了 然后这边剩菜剩饭三文鱼刺后 OK 剩菜剩饭给他们加上 吃饭吃饭吃饭 哇 这边草已经给他们刨开来了 不知道他们是找小虫子呢 还在吃草 好好 估计啊 那个老演员啊 那个炉花鸡啊 估计里面还在里面孵蛋啊 十六八九在里面啊 啊 我说什么来的 是不是 又在里面包窝了 哇 他们这里面鸡爸爸 鸡爸爸给他们换一下 等一下 太脏了 让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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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房租了 收房租了 一边去 哎呀 哎呀 哇 这好多回 都肯走啊 在他屁股下面摸蛋吧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还有没有 哇 这里还有前面好几个 五个 六个 又给我摸到了 还有没有 七个 让一下 让一下 八个 哇 九个 还有一个这里 OK 收了九没鸡蛋 房租收完 房租收完 等一下有空把他们这里面的 墓穴也换一下 太脏了 里面都是鸡爸爸 把墓穴拿过来了 把他们里面 机车的墓穴全都换干净了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比较陆续的更新吧